大家好,我是阿元 我的越南小助理小鹏已经正式辞职了 有一些人造谣说 小助理离开我是因为我不是好人 甚至有人说我在猥亵小助理 所以把他给吓跑了 这完全是一派胡言 而且我也从来没有说过他不好 之前看过我直播的家人应该都知道 我一直在夸他 至于他辞职的具体原因 其实他发信息也跟我说了 一个原因是宿舍只有他一个人 他又不会中文 在中国这边又没有什么朋友 所以他感觉很孤独 还有一个原因是 他感觉我的自媒体事业没有未来 所以想趁我破产之前提前离开 我个人觉得我的自媒体事业不会破产 暂时会在曲折中前进 后机勃发 最终一飞冲天 不管怎么说 虽然小助理离开了 但是我们还是朋友 我有时候给他发信息 他也会回复我 其实很多事并不是谁错谁对的问题 只是没有遇到合适的人而已 在这里我祝福小航 希望他去别的地方会有更好的前程 我自己也会更加努力 有缺点就改正 有长处就发扬光大 就这样吧 就这样吧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